这就完了 你期待明天那个 就是玩一下 没事 你们不用担心我 我没啥事 我在这里 我在这很快乐 遇到你们 我已经很快乐了 好吗 怎么说呢 很 很奇特的一件事情 就是 可能上辈子真的有这个缘分 让我们今天聚集在这个小五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昨天晚上我们回去 我们还聊说 其实你是 就要回纽约了 我就觉得 我肯定也不舍你 因为以前 我跟你分享 我以前 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也也是有一群 很好的兄弟 我在里面是最小的 跟你一样 你是公主 那我可能在他们里面 就是一个很难搞的弟弟 但我只要每次到他们的城市 他们都说 弟弟吃饱没 就真的跟我这样对你一样 来公主请吃 来弟弟吃饱就行 啥都给哥哥安排 所以呢 我们以前常聚在一起啊 然后 他们都比我早离开 我就留最后一个 然后我跟你一样 也是哭得嘻嘻话了 但现在变成 我是当年他们的角色 而你就是我当年的角色 我之前去约孙哥的时候 他有讲到 他以前是团队里弟弟的角色 然后他说到 后来大家都离开了 就是只剩他这一个人了 然后当时我一下子就感受到离别 就是近在咫尺的感觉 所以就是有一点难过 我在小屋 我觉得我比你们的责任 肯定会大一点 毕竟你们都叫我哥 又叫我领导 我肯定是希望 你们每个人是比我更开心更快乐 就像我每天早上跑步 我是围着你们 把你们围起来 杰哥一刚当大哥哥就当得特别好 对啊 可能我多比你们每天早上跑步 我会去复盘 我也在想来的这个节目 我到底想要什么 这个节目最大的宗旨是爱 十个人这样子聚在里 紧起来 可能你回到纽约 你再想想 2024年 有没有两个哥哥去你家接你来到小屋 你会很难忘这些回忆 所以我觉得不要有压力了 我没有压力 我今天来约你 不是因为我有压力才约你的 我今天来约你 就是觉得我真的 把你当成很好的哥哥 我不想要你不开心 我觉得你一直 就是给我们做很多事情 我也想要你 有你自己想要的约会 你好感动 你这也是一种爱 我想要的其实已经有了 你 别把工作都拿出来 不哭不哭 眼泪是珍珠 我觉得还适合找一个 就是像妹妹一样的女朋友 她跟小赵这么行 两个人就开始讲道理 讲道理 她和小赵可以分别开两个播客 去论战 你看杰哥和龙龙在一块 她一直在说 不要当小公主 不要哭 我还要去找你玩 是 她把小童当妹妹和小童去聊 是 现在妹妹们发现她不开心 妹妹找她聊 好 就是我说的是杰哥和妹妹相处的 最起码在小屋里 她和妹妹相处 我们看着挺舒服的 其实 对 是的 她要去找她的 她要去找她的 她要去看她的 她要去找她的 她要去找她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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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进入到一个非常刺激的环节 爱情线索肆意推理 怎么分 我们还是挺需要 木村老师 又是我了 还是咱们三个 咱们三个打输过一次 打拼一次 对 我们要赢一次 来 再赢一次 我们把最简单的连来 没问题吧 这俩肯定不用说 首先小杰我觉得可能给龙龙 绝对的双向奔赴 萌萌应该会跟她双向吧 她给她写过 小林不太可能的 萌萌啊 我觉得是这个 她们没有良心互动 我觉得可能 你一样的女子 萌萌的女子 来 你看她选的是萌萌 我们看谁也想选萌萌来着 我们就是杰哥跟萌萌中间选的一个 所以我们又是只有一票之差 现在进入到我们恋爱走向揭秘环节 小鱼给了小庄 这是毫无疑问的 好漂亮的夕阳 画面一直在我脑海里 虽然没有看到她落山 但看见一颗橘红色的余灰 好像也足够了 因为陪我看夕阳的人 夕阳更浪漫 夕阳更浪漫 会说 小鱼幸福了 小林我们写的都是互选 对 我们也是互选 一天没见 期待明天的约会 画了一幅惊心的画 我觉得领导真的是很好 很善良的男孩子 好像真的是所有人的大哥哥 希望你今天开心明天开心 以后都开心 泽哥是写给龙龙吗 没错 就是他 希望你一直开心快乐 今天裙子超好看 就是晚上别着凉了 不知不觉写了 第十五封信了 一起看了都喜欢的夕阳 敞开了自己 展示了过往和曾经 我想那个画面 会狠狠地刻在我的心里 他真的是喜欢记录每一天 每一个瞬间 萌萌吗 对 今天是进小屋以来最开心一天 谢谢和我吵架 还知道浪漫的某人 用心的仪式感 都应该被珍惜 和好了 和好了 来 冯冯冬 冠军来了 来 模仿一下 祝我们都勇敢 真挚面对想要的感情 小猫 差点对了 谁是瞎猫碰死靠子 就看谁碰上事 是啦 迷一样的女子 嗯 耶